溜溜带大看世界,不慌不忙走天涯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地球上已经存在了百万年的独特奇观 尖峰石镇 地球上总有许多神秘的景观超乎人类想象 让人不觉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今天要说的尖峰石镇便是大自然妙手一挥的杰作 尖峰石镇是西澳大利亚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 它坐落在博斯北面260公里 是南邦国家公园的一部分 这是一片一望无垠的沙漠巨石镇奇异森林 在广阔无边的金黄色沙漠里 屹立着成千上万个五米多高的石灰岩柱 远处望去就好像是凹凸不平的月球表面一般 微微壮观 从表面上看 你会觉得这似乎就是一片普通的石林 与别处的石林并无不同 但了解了它的故事后 你便会惊叹它们奇迹般的存在 你能想象吗 这些坚硬无比的石灰岩柱 曾经是深埋于海底的树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尖峰石镇的形成 其实是地球历经几百万年演化的杰作 在遥远的太古时代 这里曾经是一片充裕的森林 后来海洋变迁 从海边吹来的沙子让这里变成了沙漠 原始森林枯萎沉入大海 大地被封化后 沙漠发生塌陷下沉 埋入海洋的树根凸起来 在与海洋中的贝壳演变成的石灰石相互作用 雨水将沙中的石灰质冲到沙丘底层 留下石英质沙 石英质沙滋生的腐植土长出植物 植物的根在土中形成裂缝 裂缝逐渐被填满之后石化 最后受到封化作用露出地表 形成一根根圆形石柱 其后经历百万年的侵蚀 形成坚硬锋利的石灰岩柱 这些石灰岩柱形态各异 有的被封化成圆形圆顶 像是墓碑 有的顶部成锯齿状 表面锋利 有的顶部表面宽大平整 甚至可以踩上去一览石阵全景 成千上万个石灰岩柱 组成了浩瀚的奇异植物活化石森林 像是化石在沙漠凹陷后 从大地上突然冒出 不得不感叹 自然力的变换总是那么鬼附神功 如今 尖峰石阵已经成为西奥最迷人的景观之一 在阳光的照射下 石阵和沙漠蓝天融为一体 形成一道亮丽的景致 明镜及时代表面宽大平衡 明镜及时代表面宽大平衡